两个字念什么 今天中午咱们搞了一个活羊馆 带你们去录一个 可以吃饭了吗 可以啊 可以吃饭了 来得早不如来得早 一百块钱的全羊汤 然后半个羊肉爆个羊杂吧 那上面这两个字念什么 山山 山山 山山活羊馆 这羊肉都是能找渠道弄的 就很好是吧 对 大锅羊肉 必须你得有个大锅 这来还有个凉菜 该弄个凉菜也行 这个店在这开多少年了 20 20年了 谢谢 来吧 兄弟们 又要的饭了 要了一个50块钱的拌羊肉 要了一个爆羊杂 爆羊杂多少钱 42 42 爆羊杂 我上羊肉锅 我必须要爆羊杂 来吧兄弟们 又要做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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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个杯 你干什么 老板娘的 半羊肉 简单粗糊 胡椒粉 从羊肉 做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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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肠馆子那边 排名123的做饭了 我心目当中 个人觉得是胡椒粉 只有胡椒粉 把羊肉的鲜劲 挺好的 做饭了 这把就差不多挖这儿行的 好 那点糖 哎呦 这饭是一百块钱的哈 嗯 全羊 啥都有 我只要胡椒粉和九花酱行 我别的不要 我是哈羊鱼汤不放盐的人 来看这儿九花酱 不加醋了羊汤 我老人说 他不是喝羊汤 我来拍片子吧 很多人说 加醋是不对的 但是老人 老人都 自己来的老人都说加醋 加上这个九花酱 结果不一样了 马上让你体会出 大草原的味道了 这火烧热一个 一块锅哈 油酥火酱哈 在别的城市 我不知道哈 别的城市人家都是什么 就大饼 锅饼 锅饼 但在青岛搭配羊汤 所有的羊汤店 就是 最佳的搭配方式 就是这个油酥火酱 所以做餐饮了 这个羊汤这个 我可以考虑考虑 羊汤之前在锅里面滚开了 然后里面所有的这个杂吧 都是煮熟了的 你要的话吧 就给你切好了 上菜特别快 直接上汤 但就在人家这种老城区里面吧 你能找到这些好吃的馆子 而且这些馆子嘛 它能坚持七八十几年了 在社区里面啊 老人就认可 你没点自己的围 你怎么能坚持下呢 这才是料 味道还得说了过去 咋也不说了啊 兄弟们 给你们炫一个啊 啊 这叫热板凉 凉板热 王车熊了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